回顧今日大市的走勢 整體來說,弱勢挺明顯 大家值得注意 為何值得注意 看看恆子 現在還跌621點左右 穿了28,000點 這個重要心理關口 短期的長方形的價格 都向下突破狀 要留意的一點 如果真的向下堆 穿了27,800點 其實是第一個位置 如果穿穿之前的低位 27,500點左右 我們看看點數 27,505點 這個水平 向下 其實有機會要試到26,000點 甚至乎25,800點左右 才能找到支持 這是什麼幅度呢 一個,26,000點是之前的橫行 然後在試過支持 突破回到的一個位置 而且也是靠近調整幅度 大概一半 差不多的幅度 所以26,000點是比較大的位置 接著就達到25,800點 Suppose 2,000點 1,800點 1,500點 以上 2,100點 4,400點 零,100點 4,100點 4,800點 1,800點 2,300點 1,4,500點 2,300點 1,100點 1,800點 1,800點